比名金庸的武侠小說作家查良勇 是香港著名的豹人 也是享譽國際的文學家 30日病逝 享年94歲 許多藝人在網絡上悼念 正為偉大的偶像 而其實在香港 也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緬懷 這位小記者也實際走訪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 有不少書迷們 也都紛紛來到這裡 寫下給金庸的祝福 希望金庸能一路好走 金庸館是香港籌備3年 好自1000萬港元 在去年才開放的長社展館 館內共有300多件金庸的珍藏品 從1968年小傲江湖的親手稿 到此還用出版小說的成年舊報紙 以及1955年以筆名金庸 推出的首部武侠小說《書建恩仇錄》 一直到最後1972年的封閉之作《陸地記》 共15部筷子人口的武侠小說 都可以在金庸館內看到 展進中央放有一部金庸借出的 《射雕英雄傳》屏幕 這不僅是金庸有人贈送 更是他長期放在辦公室內的版社之意 除此之外 館內還展出金庸小說多年來的影音作品 從漫畫到電視劇到電影 個個都讓人看了超有感覺 套一句黃小明所說的金庸先生 永遠是我們的偶像 合作共15部奧 支持 Turkish供出財 funny